轰郭子甘道歉没诚意江祖平怒您怎么敢这样说? 江祖平三年前拍戏时被郭子甘胡巴掌用力过度打到轻微脑震荡而水失衡,事后郭子甘献花道歉。 原以为两人已化解心结,昨日江祖平出席记者会时,炮轰南方道歉没诚意,他还因此留下后遗正永久无法运动,郭子甘昨夜再次道歉,谢谢祖平给我人生上了一刻,没想到这句话再度惹怒江祖平,今日他在一路问对方您怎么敢这样说话? 郭子甘昨表示,此意外事件我有努力认真的道歉也回应了并再次向江祖平道歉,也再一次公开道歉,谢谢祖平给我人生上了一刻。 不过这句道歉反而惹怒江祖平让他在一个发文怒回,不好意思,您的却用了我的一辈子健康上了一刻,真心希望您能慢慢享用,也请您想想我家人为了我哭了一整年找一整年医生的感受。 江祖平表示,只要想到父母当初为他流的泪,就让他相当气愤,并质疑郭子甘当初道歉根本毫无诚意,还有那由您公司安排买的花跟巧克力,您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对吧? 让他忍不住私讯郭子甘怒问对方您怎么敢这样说话?我当初尊重您什么都不再说。